從古典各種的這種古今中外這樣濃的形形 它的顏色什麼 其實也考慮參考的東西很多也考慮很久 那最後我就把它放棄了 就是不想在這個傳統的龍的文化裡面去找它的脈絡 我乾脆就另辟一個 就是從我是學藝術的比較喜歡比較理性思考比較學術性的 關於繪畫的發展 比較想找一些觀念的東西 把它更抽象一點更簡潔一點讓它去發展 所以其實我也是參考了60年代70年代 在一些非常不少無味 可是非常學術性的觀念藝術的一些經典的藝術家裡面 去找到一些符號性蠻強的 那它有一些動詞很強的東西加以改變 它是一個翻滾那個樣式的話 因為為了更增加它的動態的話 所以我想到就是很多藝術家在觀念藝術裡面就用到那個箭頭 它有一個暗示性的那個方向和空間 所以我使用這個符號放在這個翻轉的這個龍裡面 有點像數學有點像氣象學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放進去的時候其實它變成雙重的意義 就是它裡外就有一點雙重翻滾的樣式在裡面 那我們也知道 因為我們東方人對色彩學的解釋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顏色都是用人裡面的氣 它的動詞 它每一個層次它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 那既然這是一個龍詞出自比較東方的 那我想把這個符號裡面用顏色再來轉換 然後變成就是說有五行的感覺 在它翻轉的時候產生這種能量的發射 然後在裡面翻滾 像有個氣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這個龍看起來它的氣勢就非常活潑 氣勢又非常的強 它的威力就變成感覺上好像顏色很漂亮 可是又覺得它的能量很強的那種感覺 所以做出來的時候我覺得我個人看的時候 我覺得蠻喜歡的 好像把這個時代比較文明的這種藝術的進化 然後加上古老龍的這種形象的印象 把它兩個很 我認為說它是不同的領域的東西把它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生命的再出發 那我覺得這種氣勢也是感覺上還複合這個時代 所謂全球化經濟這些問題的裡面 它產生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新的一個象徵的一年 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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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